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普叔,又回国哥 今天为大家带来柯南最新主线片章漫画 1097化至1099化 在这一幻漫画中,弱小流美首次回忆起了吃紧物 长篇角逻辑,辩论故事,内容,开始吧 漫画,1097化,引领者 新的片章开始前,首先还是要把上个片章收尾 如果大家想知道之前发生什么 欢迎观看我6月19日发布的这期 已经超过150万播放的柯南主线实施级进展视频 柯南正在手机上,观看上一个片章 久见连环爆炸案子新闻 在最终的调查中,确认了犯罪嫌疑人 涉嫌违反大麻取缔法 对外公布,之所以不发生起零骚动 是因为设备故障启动导致的 而柯南依然发现了疑点 这种新闻用的视频 大多会是从酒店里逃出来的人用手机拍的 作为所有电视台在报道的热点新闻 无论哪个他的报道却都没有发现 有任何逃出来的人拍的手机录像 第一个,主线关键信息 当时参与进酒店爆炸案的 这里有两种可能 一是,英国军情六处 为了避免变小的玛丽被拍摄镜头 登上电视台的报道 MI6做了收尾工作 而这个收尾工作的执行者 很可能是担任东京警示厅 搜查一颗管理官的黑田兵卫 毕竟黑田兵卫大概率是同属于 英国军情六处的赤金物一荣而成的 黑田以警示厅管理官的身份 要求所有电视台报道这起案件时 统一使用没有玛丽的官方录像 二是,当时疑似黑衣组织BOSS 无碍连夜的司机 同样也需要从酒店出来 就连黑影老人本人的车也在附近 为了避免组织成员被拍到了镜头 登上电视报道 黑衣组织成员进行了收尾工作 而这个黑衣组织成员 要么是与黑田兵卫同级 甚至更高的警戒大佬 也就有之前非色偏暗示的 日本警察高层 混入了黑衣组织卧底 要么就是黑衣组织 在电视台游着自己的人脉势力 像知名电视台主持人 水屋连难都是组织成员 那么黑衣组织渗透进电视台台长级的人物 大量控制新闻报道也不足为奇 我更倾向于 是第二种的黑衣组织进行了收尾工作 在柯南看新闻 看得正入迷的时候 被我挨打断 哟哟哟 好高的身份呀 你们参加大扫除 竟然在浏览新闻 柯南只好推托 看 抵蛋三傻的三个家伙 不也正在看手机吗 结果 柯南接着被我挨教训 看到别人不对的地方 就要提醒自己改正啊 三傻正在热议 想要去海滨浴场参加假面超人的活动 而阿丽博士又扭到了腰 无人开车带队 这时候 若霞老师主动请 老师可以带你们去 当若霞问辉远是否要一起去时 我挨露出了阳光般灵媚的笑容 与旁边一脸严肃的柯南 形成了鲜明对比 类似于TV965集结尾 柯南怀疑若霞 我挨却跟柯南说 我说了 但是我喜欢 若霞先生 所以你不能说不太好 第二个逐线关键信息 若霞留美与辉远之间 另有着柯南所不知道的大秘密 这个秘密 辉远没有与柯南信息共享 而这个秘密也基本锁定了 辉远确认若霞为洪峰角色 而柯南自然对若霞还留了一手 便拜托了至尽秀医 化妆追冲世卯 与他们同行 因为若霞对我哀 企图不轨 这让冲世卯挡不回去 之后便进入了正常案件的环境 今天三傻终于如愿在海之家 吃上了假面超人卷卷的香肠 表示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被柯南吐槽 除了用番茄酱和黄芥末酱 在香肠上写了一个Y字 其他的难道不就是普通的香肠吗 别再吃了之 结果吃得太入迷 一不小心就把香肠掉在了座垫上 而因为是番茄酱和黄芥末酱 这个座垫上的痕迹 擦都擦不掉 这也成为了之后案件解决的重要伏笔 于是 本次案件的涉案人员登场 首先便是一个黑妹服务员 A答应给远太 再加一个香肠 接着服务员 亲夫女B 就准备食材的时候 脖子后面的衣领 咔嚓就崩开了 大喊着 糟糕了 糟糕了 快来帮我一下 然后服务员 渣男C 就过来帮她 重新自了一下 这个时候 亲夫女B表示 要再绑紧一点哦 渣男C却说 绑太紧化 我灯花解开的时候 就很困难了 亲夫女表示 那到时候 再好好努力吧 你不是对自己的握力 很有自信的吗 你脸红个泡泡茶壶啊 看到如此情景 我不禁想问 青山老贼 你上次就看五周去取财 究竟是取了什么东西 看着两人 如此打情骂俏 黑妹A不乐意了 表示 不要当着前女友的面 打情骂俏啊 不愧是你渣男C 而这个黑妹A 也不简单 他表示 在甩了渣男C之后 又和亲夫女的弟弟在一起了 而谈到亲夫女的弟弟时 老板突然从背后一把 露住了黑妹和亲夫女 说道 他弟弟不是乱搞 把自己搞死了吗 想也不用想 这肯定就是本次的作案动机了 老板是来拿菠萝汁喝的 结果冰柜里没有 只好用葡萄汁代替一下 到了午休时间 渣男C和老板一起到后院 准备打个盹 黑妹则要回家 给自己奶奶送药 亲夫女则负责 去给老板买菠萝汁 另一边 卯哥和若霞老师 坐在海滩上感叹 啊 大海 你太压得真大啊 若霞也不出意料地 打听了辉原 你认识那个 据说是阿丽博士 远房亲戚的 叫辉原哀的孩子吗 卯哥说 我搬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住在阿丽博士家里了 你为什么 那么关注那个孩子呢 若霞语出惊人 总觉得 他就是那个 扰乱我人生的 那个女人的女儿 第三个 主线关系信息 若霞提出了 公言阿丽娜 扰乱了她的人生 阿丽娜如何扰乱她的人生呢 这里猜测 自然与阿丽娜 发明的神秘药物 迎测子弹脱不了关系 这里若霞指的 应该是17年前 宇田浩斯案中 因为宇田浩斯 出现在了医药名单上 所以在案件中 宇田浩斯 应该是服下了 阿丽娜发明的药物 进而牵扯到了若霞 第四个 主线关系信息 若霞感觉在什么地方 见过卯哥 显然这里指的是 若霞曾见过的 卯哥的父亲 赤井勿 若霞描述 赤井勿 是个什么话 都可以对她说的 坚强温柔 可以依靠的脸像 其实两人 就开启了相互试探 卯哥表示 老师你不热吗 穿着那样的衣服 很热吗 老师解释道 主要是皮肤 一被晒到 就会肿起来 所以就算热 也只能忍着 卯哥立马露出了 一只眼睛 该不会是有什么 刻在肌肤上的痕迹 需要用衣服 遮挡珠宝 而若霞 开启了血轮影 一夜还夜 你不是也在海边 穿着高领吗 而且你手臂上出汗了 脸上却没有汗 该不会是在这层 皮像下面 大汗淋漓吗 最终 两人以 人的体质 本来就各不相同 结束了这段对话 感觉啊 从波本边开始 柯南主线 90%以上的时间 都是洪芳 自己在相互试探和撕逼 剩下10%的时间 是黑风 自己在相互试探和撕逼 同意的 灰色弹幕里 打个一 重回日常案件 五岁过后 亲妇女表示 跑了好远的贩卖机 她买到老板喜欢的菠萝汁 而两个女人到后院 准备把五岁的男人们 叫起来的时候 确实发现了 渣男C还在呼呼大睡 旁边还有个巨大包裹 不出意外 拆开包裹 伴随着一声惨叫 出现了老板的尸体 话说秦山啊 你看看这1097画画的尸体 跟1056画画的尸体 有多大区别 相同的姿势 相同的体型 相同的眼睛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过了40画 就已经忘了之前画了什么 没错 嘿 我们还真忘了 毕竟这40画的连载时间 横跨了整整两年 漫画 1098画 海之家 因为地处进钢 所以这次来的是不靠横钩哥哥 于是柯南便开始教你做事 你看 被害人尸体上有急穿线 再看看 毛巾毯上 沾到血液的剑隔 显然 被害人是被犯人 从背后勒死 你说对吗 Johnny 现场同学警官 剑刺自禁 立马表示 小弟弟 你真的是小学生吗 见怪不怪的横钩哥哥说 因为你是新人的 所以你不知道 很正常 这个小弟弟 一般都会在推理后面 加一句 这是小五郎叔叔说的哦 结果横钩 找了半天 发小五郎叔叔没来 看他表示 这次的推理 是这个大哥哥说的 毛哥便开始自我介绍 而第三下 则介绍起了若霞老师 他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 虽然有点笨手笨脚的 但是他是好人哦 若霞心里想笨手笨脚这局 大可不必 因为老板是在后院被杀的 而又后院能要使的 只有三个服务员 这也就是本次的 嫌疑人三选一了 黑美A 轻浮女B 炸男C 给大家五秒钟时间 欢迎大家 帮你认为的凶手 站在弹幕里 不靠谱的横钩哥哥 开始一个又一个的问话 黑美A表示 案发时 自己去给奶奶送药了 但是奶奶一般这个时候 在午睡 所以就没有按门铃 吵醒她 亲夫女B则说 自己就是跑得比较远 去买菠萝汁了 渣男C 则很无奈 你应该问我干什么 我只能说 我在后院睡觉 本来 其实打算搭会儿游戏的 就喝了葡萄汁 吃了点心 有点饱了之后 就困了 于是 三人都没有 不在厂镇里 黑美A 发现了盲点 表示 如果是我 和亲夫女 勒死老板 在旁边睡觉 渣男 怎么着 也该醒了吧 柯南 问了我黑美 给奶奶 送的是什么药 黑美说 叫小本地瓶 我还说到 小本地瓶 如果和葡萄汁 一起服用的话 作为引起低血压 伴有头晕 心悸 严重的人 可能会晕过去 老哥顺时说道 所以犯人 很有可能 先把果汁盒的吸管 拆下来 在吸管里 装了药粉之后 再把吸管装回去 由于店里 卖的果汁 都是把盒子里的果汁 倒出来 放进塑料杯里 所以会用盒子上 吸管和果汁的 只有店里的人员 在大家 在讨论案情时 若霞突然 又对辉远 开启了解能源 辉远你好厉害啊 你这个药物知识 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简直 就像是某个地方 科学家一样的 柯南 只好现编了一个理由 搪塞 扎利博士 他经常会教我们 一些奇怪的知识 而鉴定科 鉴定出来的 果汁体的毛巾毯 就是这个海之家 用来铺在凳子上 给客人用的 两个女服务员都说 因为之前 曾在毛巾毯上休息 所以毛巾毯上 很可能会找到头发 和汗咽什么 横勾却说 没事 勒死被害人时 留下了青丝的掌纹和指纹 而这都属于渣男 C先生 所以凶手就是你 元太的肩带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开了 入出了性感相间 看到元太相间后 一道 神经的覆 柯南 你又懂 漫画 1099话 快退后 柯南表示 让我们来做个实验吧 在毛巾毯上 要留下指纹和掌纹的方法 有很多种 比方说 绑头巾的时候啦 把东西包起来的时候啦 以及 把后面的衣领绑起来的时候 于是 柯南准备了一条毛巾毯 简单的对折 摊在腿上 最后 在脖子后面 打个结 就给布美 做了一件 挂博式的连体服 同时柯南还说道 因为布美 是小孩子 所以穿着 枯空荡荡的 布美脸 直接红成了猴子屁股 话说秦山老贼 你上次就看武装 去取材 究竟是取材了什么东西 柯南补充道 如果是成熟女性 穿这件衣服的话 应该会更谨慎一点吧 所以没错 凶手就是你 亲夫女 B 你首先通过 让渣男 把后颈结的方法 留下渣男的掌纹和指纹 接着 偷走了黑妹 给奶奶的药 下载了吸罐里 让渣男和老板 混着葡萄汁 喝了下去 吃了他们熟睡的时候 你脱下 沾有渣男指纹的毛巾毯 勒死了老板 当然 这是戴着手套操作 把尸体 装进毛巾毯后 你又随便找了块 客人做的毛巾毯 穿在身上 而这一切证据 就让你现在 穿在衣服的臀部位置上 用远泰不小心弄上去的 香肠的痕迹 远泰吃了吃了 远泰 永远地生 而亲夫女 之所以要杀掉老板 就是来给自己弟弟报仇 因为弟弟 加入了一个 黑社会诈骗团伙 在街头的时候 被警察追赶 一脚踩空 摔死了 所以自己 要杀掉 让弟弟去街头的老板 再把杀人的罪名 下货给 把弟弟拉下水 加入犯罪团伙的 这起日常案件 已经这么解决了 在横沟 把亲夫女带走的时候 属于黑社会团伙的 渣男C 却不见了 自警察走掉后 黑妹说 要把黑社会的事情 一无一时 自首交代给警方时 渣男C 带着黑社会成员 折返了回来 打算 连着磕弹他们 打一顿后 一个不留 都带走 为了保护大家 毛哥 直接在若霞面前 使用了截圈道 并对若霞说 老师 快退后 你赶快带着孩子们 到安全的地方去 第五个 主线关键信息 若霞老师 看着毛哥 想起了年轻时 曾见过 毛哥的父亲 施敌悟悟 悟悟对他说 接下来 要看到的怪物 不是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一命相搏的对手 交给我 正好差不多 从悟悟的话中 可以得知 两人见面时 若霞仍然是个 年轻的小姑娘 所以推特出 两人见面的时间点是 雨天号散之后 施敌悟悟 负责调查语案 在调查语案的过程中 与若霞 一同面对了 组织里的一个怪物 结合之前 秦山与伟田的对谈 这里的怪物 指的应该就是 说完也都还在时的 老母携天兼责 而这段 共同抗朗的时间点 应该还要远早于 104有话中 所提到的三年前 在本话 若霞回忆起的赤鼎悟悟 黑田悟悟论 再次被拿出来讨论 支持黑田名位 就是易容后的赤鼎悟的 表示 若霞回忆中的赤鼎悟悟的 装扮 穿衣习惯 与现代黑田名位 几乎一致 否定黑田名位 是赤鼎悟悟的表示 若霞本画中 回忆的赤鼎悟悟 都是正面形象 坚强 温柔 可以依靠 而漫画 9888话 燃烧帐篷的怪物事件中 若霞对黑田名位 是有一次敌议的 在我重新观看了 燃烧帐篷的怪物 这一事件后 我还是更加支持 黑田悟悟论 因为比起若霞的敌议 在制服犯人时 若霞留美和黑田名位 上演的完美配合 更加重要 这也符合了 本画1099话 所回忆的 若霞留美和赤鼎悟 有过共同抗论的经历 两人配合 才有如此默契 而在本画的结尾 若霞老师又一次假装 把战烧帐篷关了起来 自己再次开启 解了一眼 制服了5到6个犯人 在柯南他们出来后 若霞以他们自己内讧了 作为推托 而我哀 看着若霞留美 依然露出着 阳光般明媚的笑容 柯南和博哥 则都注意到了 若霞解决犯人后 手上伤痕 第六位 逐线关键信息 除了柯南之外 若霞留美 这位无力值 这一事情也被秀一发现了 以上 就是《卖花1097》 G1099话的全部内容 自本画结束之后 千万老贼 宣布休看五周 下次更新 是在9月28日 千万老贼 就在即将到来的 1100话 搞个大事情 这次的内容 基本算是 暴风雨前的明镜 如果大家 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参加点赞按钮 再三连收到明镜 祝点赞各位 一夜报复 上个视频 再分享故事 我是UP主 游回博客 咱们下次再见